北京时间9月28日,武汉网球超舞赛,展开了女单在决赛的争夺,在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中,中国金华王强面对爱沙尼亚新星康塔维特迅猛的进攻时连丢棋局,最终在二减肉处以一减二落后时,因大腿受伤选择退赛。 类洒赛场,无缘女单决赛,不过尽管出局,但是凭借本周出色的表现,王强已经将排名进一步包升,在下一周公布的世界排名中,他将首次闯入前30,超越谢舒威来到第28的位置,成为亚洲二姐。 本次武汉赛,王强延续了上周的广望夺冠的良好状态,一路高歌猛进连胜四场后,打入了职业生涯首个超舞赛次强。 今天与王强争夺决赛席位的是二沙尼亚好手康塔维特,后者在晋级的路上层立三盘,击败了另一个中国激花将帅。 这次王强和康塔维特的交手,还是职业生涯首次的交锋。 首盘比赛,王强在开局就率先破发,以2比0取得领先,随后康塔维特也不甘示弱,取得回破后将比分搬成2比2平。 接下来康塔维特在第5局又一度取得破发,爆发后于4比2将比分反抽。 在排末阶段,王强未能找到反击的机会,在连丢两局后中国激花吞下隐形弹,一二到六先丢一盘,比赛次盘,手感正好的康塔维特一上来,又是率先破发1比0领先。 不过王强也及时调整了状态,马上取得回破,制住了连丢七局的腿势。 可惜好景不长第三局,王强再度被迫,此时,王强硬腿不伤势,表情略显痛苦,一时忍不住流下了泪水。 在经过局间休息后,在对手的发球局抵抗两球后,王强选择而退赛,保送抗塔维特进决赛。